大S的惊心在天蝎座日明河 这个配置的女人对自己下手狠 对男人更狠 一旦失望马上分手 很绝情 但这并不代表着她不痛苦 惊天蝎的人每一次的爱都是真爱 而日明河也意味着沙发决断 看好就假 对于大S来说 赏婚生子离婚 她都能够承受所有的后果 不抱怨不指责 这也是标准的冥王心力量 而她的月亮在双眼座 骨子的爱作爱浪漫 对爱情充满幻想 她必须且只能和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伴侣谈恋爱 再加上心盘中是为元素强烈 一般男人对感情的认知根本无法满足她 她是身旺格日志茅莫为偏财心 你看2010年3月22号 与王的那场婚礼 正奉她的婚神心和天顶和魔戒 充目性和利丽丝 这也注定的那是一场充满了魔戒座 现实功利味道的世纪婚礼 婚礼当日不管是礼金还是各大赞助商 都让她正的盆满拨满 而这一次她与前任的再婚 又恰逢三线盘中的天王星和婚神在天顶 两段婚姻都起于一见钟情的上婚 区别只是次线盘中的月亮 进入到了群星九宫的行列 所以这段感情充斥的是基于婉恋而对未来的畅想 而日火香味下也能看得出是男方在主动推动 最关键的是快 所谓跨国视频在线沟通 连分线都不必 都说现代社会规条下的女性 在面对感情和婚姻忘记上 张前顾后会是未未故意重重 活得太不勇敢了 能够像大S这样肆意犹新的选择 举重若轻的决定 洒脱的能够为自己的选择全部买单的人 实在让不少人羡慕 但话又说回来 明星的婚姻并不具备普世心 美人如花隔云端 对于我们普通的而言 看看就好 赏婚不必嘲讽 也不必提倡 对于大S 我们忠心的祝福她幸福 但对于普通的女性 我劝你还是要慎重 爱是一个复杂的东西 她包含了依恋、需要、共享、付出等太多元素 婚姻更是一个多重的构造 昏尘劳碌 烟火人间里的我等凡人 离不开四个字 深思熟虑 这是审慎也是责任 因为冲动和韧性的代价 与普通人而言足够成功